你記得叫政治科幻小說嗎 政治小說的情況是比較多啦 口徑一致都說是科幻小說 真實巧合還是現實比小說更加熟動 針對兩份週刊同時爆料 郭柯密會談的就是總統大選 若民調勝出韓國瑜五個百分點 將正式宣布參選 他說那個真是胡說八道 不可能有這些事 嚴正博士5%門檻傳言 但其餘的根據週刊描繪 當時會談包括蔡壁爐 郭守正 劉宥彤等人一開場 郭柯先是聊了國勝願景 最後郭台銘直接了斷的問 你要不要幫我 柯文哲也爽快回應 你要選得贏啊 郭台銘立刻印好表示 那我們就來討論如何贏 柯則敬言 你就是霸氣老闆 應該維持自己的一貫形象 再說到初選選得不好 有些東西你一定要改 你公開講話的儀態手勢都不太好 郭台銘則反問 那要如何改進 柯文哲在建議 如果你確定要選 那一定要找專家來上課 最後談到中美貿易戰 長達兩個小時 但被困擊到上述談話 劉宥彤 話卻保守了 表明說他想要參選 要柯文哲幫他 是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就這兩件事 沒有 我沒有這樣子的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我人的確 不管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人的確不在現場 沒有斷然否決全文 對於信守承諾 支持韓國瑜也不開口 這句話卻透露了 郭台銘的動心情念 巧妙點出 郭台銘至今人心意味覺 即使不分爆派指出 國殼赤寧早已確認 共提不分區名單 但合作關鍵 仍在於月底前滾動民調成績 來因多方積極勸說 分析利弊大局 我想任何管道都會透過管 這個管道來尋求大家的合作 郭函一旦相聲 獨有苛菜得利 國民黨喊出團結終點線 企圖低調化解一同走向終點 謝謝大家張宇軒A小組台報導